夏之招1940年油彩画布50号 这幅作品查不到写生的地点 可能是用水彩写生稿回家后再放大为50号的大幅作品 因为这幅画的调子有点像淡彩画 只是修改的层次比较多 也可能是表现夏天早晨 黎明不久空气新鲜 所以感觉景致比较清淡 画中央是一座池塘 一般池塘都有鸭鹅游动在水池上 但此画中并没有鸭鸭 可见此池塘是养鱼的鱼池 而水中倒影不清楚 有点浑浊 表示其中有鱼群 站在岸边的大人与小孩的皮肤都晒得很黑 他们是经常在阳光下作业 他们的肩上也背着类似鱼网的东西 可能是准备在喂鱼之前 捕捞些鱼贩卖 特别要注意的是远景的房屋 最左边的一间竟然建在水中 用支架撑高房子与暗面同等高度 栏杆边还有人在欣赏水景 很有诗意 这张作品是陈城坡先生在1940年10月时 以无建茶资格参加第三届台湾府展 无建茶就是免审查就可以参展 此画记录1940年大河沟旁的田园风光 如今河沟加盖成了市区最重要的六线东西巷干道 垂阳路 当年景象消失无踪 垂阳路文化路口的文化公园 是市中心最大的油气散布所在 文化路夜市是嘉义市人潮最多的地方 各种美食小吃种类众多